你聽過小肉豆嗎? 今天來講這個以前只有南部 才能吃得到的美食小肉豆 說到這個小肉豆 北部的朋友可能聽起來會感覺比較陌生 它吃起來的口感脆脆的 咬下去外面那層香腸皮 吃起來會有點彈牙 感覺很像是欣欣腸或是熱狗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是用煎的 所以吃起來口感比較酥脆 不管是沾番茄醬、美乃滋 還是胡椒鹽都挺不錯的 是南部某個雞肉大腸的商品 通常會出現在台南 高雄的早餐店跟鹹酥雞攤 但這也不是每一家都有 南台灣的朋友比較有機會吃到 被大家說是南台灣的隱藏版點心 但其實小肉豆就是雞肉加豬肉 再加上一些元素周期表 裡面的一些神秘物質 而台灣北部的鹹酥雞攤 也有比較特別的炸湯源 這其實就是大家喜宴的時候 會吃到的第一道花好月圓 不過聽說北部也越來越多 早餐店有在賣小肉豆了 有人可以推薦一下哪裡可以吃得到嗎?